趕快轉車去京都 再轉那個初鵝野火車 來了京都 轉去三十一到三十三月台 初鵝藍山站 現在轉去竹林小徑 這麼快就來到初鵝藍山站 現在就出去 這個應該南口 好了,北口去清涼寺大角寺 OK,先出閘了 小破車站 要九點鐘才開 我也不是想現在來的 我知道還未開 只是我現在去竹林小徑 要早一點 希望它沒有人 由JL站走出來 然後呢 地下會有一個很大的路牌 右轉就是大角寺 地下就是竹林 向著這個方向走就是竹林小徑 走得太快 錯過了竹林小徑的路口 好了 看到這個天龍指南山的石塊 接著去就是竹林小徑 果然這麼早就沒有什麼遊客 很舒服 我現在呢 就七點幾 七點八左右 八點前 會少人一點 走過一些可能都是居民多 都比較少遊客 待會再回一會 待會再坐一會 一會再坐一會 一會再坐一會 一會兒 和你一會兒 就這樣看到一會兒 走得很快 就是把車子 走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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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走過日本的這些墓地我都想進去參觀一下 但原來是犯法的 非法入侵所以還是不好 我很有興趣 我覺得日本這些墓墓很漂亮 而且不會令人害怕 有時是想去八卦一下 剛才我用Jail Pass進去扔垃圾 以及去了洗手間 因為吃完東西真的沒有垃圾痛讓我扔垃圾 沒辦法 日本就是有這些少少不方便 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就8點8了 9點鐘這個倉鶴小貨車站才會開 有些人在排隊 所以我都在排隊 反正吃完東西都沒有什麼事情做 我們先排隊訂一下小貨車 現在就9點鐘 剛剛開始發售了 但第一架車都要10點02分才開 我由8點8就排隊 到9點鐘開門 剛剛才發現原來有項細字 寫著9點7 9點7 9點35分才開始賣票 我排第3 第4 第4 我去買5號OpenAir的車卡 已經沒有了票 又說5號車卡不能預訂 不就是遇到那些團體票 都賣光了 那我就蠢了 總之等多個小時 反正也是 等到11點02分便有 那我又 都是買了10點鐘那一架 還要買就收到達至5號車卡 會好好照顧 屏幕 我們都安裝了 小貨車站的鎖椅鎖子 左邊 那邊呢,有一間餐廳,不過它又未開 有些東西可以先走著,趁你上車 三個月,再多給點... 啊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屁股 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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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